黑色轎车国道上横着走 只见他从外线一路歪斜 飘移到路间整路舌心 左右线将镜头拉大再拉大 车尾保险感已经明显脱落 甚至左后轮变形抱态竟然还能开 太夸张了 这样都能开 离谱螃蟹车在国道上横行霸道 后方还有拖吊车尾随警戒 一路歪歪斜斜 在时速破百的高速公路上 开了整整一公里路才下交流道 他是怎样 他想省那个脱掉费是不是 驾驶下了交流道 硬着头皮沿途开了五公里路 才找到修配厂 原来驾驶国道上自撞 忽然又与大车碰撞 但他认为车还能开 不怕不怕拒绝脱掉 硬是歪歪扭扭 螃蟹飘 结局恐怕吃上三万六法环 小四客车停于汽车保修厂前 为驾驶已离去 将调阅相关影像 定义规定处理 至于在高雄则有 硬车转弯没注意 拉扯电线害得灯杆瞬间 歪斜到他砸中车头 42岁诚信驾驶 不但没报警 还当场肇事逃逸 警方以车追人 最高开罚三千 并掉扣驾照 记者 钟建贤 扬声朋友飞 苗栗高雄 采访不到